大家好,我是Paul,週六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紀錄片我已經看完了,我覺得蠻好看的 推薦你看,那這邊的網站是 他問了一個問題,到底該不該看 所以Stream it or skip it 很押韻的一個S開頭的字 你該不該串流它,或者你應該跳過它不看算了呢? Stream it or skip it 然後下面說了 The Tinder Swindler on Netflix,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con artist who use the dating app to scam women 好,裡面就好幾個字 Swindle這個字,詐騙 所以他故意用了 Swindle這個字,搭配Tinder都有D在裡面 好喜歡押韻 所以就是Tinder的詐騙者 Tinder Swindler 我不太確定Netflix上它中文翻譯成什麼片名 我很快說一下,總之就是這個人用Tinder 然後他竟然真的能夠騙到女生給他錢 你或許會覺得太扯了 然後你可能會想說 我才不可能被這種笨蛋騙錢 可是他的這個故事一整串走下來 然後加上女生一開始的確會被他用物質寵愛到 所以這些女生後來真的給他錢 把錢匯給他啦 跟銀行借貸來給他啦 你會覺得這真的太扯了吧 怎麼會笨成這樣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說今天我約你出來 然後就直接勞斯萊斯載你 然後請你吃飯 你都不用付錢 你真正切切吃到了飯 我叫的菜 然後甚至waiter跟我打招呼 都是彬彬有理的 你會覺得 我真的是一個好像很有錢很有背景的人 怎麼會連... 就假不了 因為你去餐廳吃飯 你總不可能包下整個餐廳裡面 所有的waiter來尊重你吧 對不對 所以你會覺得這一切都是真的 勞斯萊斯也騙不了你 然後我帶著你到五星級酒店 然後不小心我們發生關係 你也會覺得好,這很正常 然後接下來我每天跟你聊天 每天跟你保持溫度 然後甚至... 你在什麼地方我就飛過來看你 我就真的飛過來 或者我付一個機票讓你來找我 總之就是我花下去在你身上的錢都是真的 然後你就會真的被騙到了 因為至少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紀錄片裡面好幾個女生真的就中招了 OK 好,所以... 好像已經講完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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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windle這個字剛看到的是片 然後裡面還有Con artist 所以詐騙者這個詞 我們就把它學起來 So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con artist 所以Con artist 這樣子 OK 他用這個Tinder App 來scam women 所以scam這個字 所以光是詐騙 我們這裡就看到了三個字 還有Fraud這個字 就假的 假冒的 所以說這一個男人真的就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鑽石大橫 他在裡面假扮的角色是一個鑽石大橫的兒子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Fraud He is a fraud OK He is a fraud 所以Fraud這個字可以當成一個這樣的名詞 所以他的動詞是Defraud 他Defraud這些女人 所以你把這個字大概粗略翻成詐騙 你還是可以的 假冒身份來騙到你的錢 而且最扯的是 這個Defraud 我現在完全劇透完了 Shit 沒關係你聽聽就算了 反正你大概也可以猜到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他們可能醒過來之後就一起集合起來告他 什麼之類的 然後到最後我覺得最扯的是他竟然 坐牢像一年的牢還是多久 不太確定 但是 詐騙這件事情 他跟這些女人有沒有詐騙 這些女人說到底是自願借他錢 其實 那他不還的話可能是民事上的告 可是我不知道怎樣 總之 這個片最後說的就是 這個家我現在是一個Free Man 然後還在以色列 然後還交了一個還是很正的女朋友 然後還是過著很奢華的生活 然後呢這些女生 扛了很多的債 就現在正在還是替他還的狀態下 好誇張真的是 好我們讀幾個段落好了 Tinder is a dark and fall of terror 對不起不是 a dark So Tinder is dark 所以難道我在找那個名詞 A dark what 沒找到 So Tinder is dark and fall of terrors Tinder又黑暗又充滿了可怕的事情 And the occasional successful hookup 以及充滿了偶爾會有的成功的hook up 這裡的hook up就是 總之就是約個炮這樣 From unsolicited dick pics to outrageous bios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insanity on the famous dating app 所以從unsolicited dick pics 所以這個dick pic就屌灶 我講得很明白 沒什麼好閃躲的 那什麼叫做unsolicited solicited這個字就是 去跟人家鎖 OK 去跟人家逃鎖這樣子 鎖取的鎖 所以像如果我是候選人 我今天想要來這個選區拉票 我在做的動作就是 Solicit I am trying to solicit vote from this particular constituency constituency就是我的選區這樣 從這個選區跟大家鎖票 Solicit I am trying to solicit support for my campaign 大概聽得懂 OK 所以什麼叫unsolicited 沒跟你要 女生沒跟你要屌灶 你自己傳過來 所以這就叫做unsolicited dick pics 所以從這個你沒要但是自己來的屌灶 到很誇張的一些bio 就是寫的很誇張的這些字節這樣子 所以總之啊 在tinder上沒有任何的這種事情的shortag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insanity 從來不缺瘋狂的事情 所以insane這個字就是瘋狂 所以insanity就是它的名詞 如果你還記得幾年前的零來風的話 加一個l在前面就變成了insanity 所以為什麼搞這樣的一個字出來 因為加一個l在前面 lim嘛它姓0嘛 所以我們翻成零來風也是剛好而已 so insanity變成了linsanity 好anyway 所以它叫做in the tinder swindler now streaming on netflix a handful of women end up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所以最糟的狀況 最糟的worst case scenario 最糟的case scenario okay worst case scenario falling for a man they met on the app only to discover he's a professional con artist so you fall for somebody 就是愛上了誰 so they're falling for a man they met on the app 所以在app上認識的一個傢伙 他們愛上了他 但是卻發現到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很不錯的 我們值得學的叫only to 所以這個是個片語 only to 你前面多半會加一組 主事動詞跑不太掉 然後接下來就是only to 然後後面接不定是把它接完 它所表達出來的 這個是個特殊的句型 甚至可以說 它所表達出來的語意是 但是你前面做的這件事情 卻發現後面是這樣的一個 本來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OK 例如換個例句好了 excuse me 我投了很多錢在這一檔股票裡 卻沒料到的是 半年內就輸光光了 半年內就變成壁紙了 變成了水餃股 變成了 就是反正這個股這個公司就倒了 so I invested all my savings 把所有的存款 in my 我的哥哥的兄弟 我的兄弟的公司好了 in my brother's company so I invested all my savings in my brother's company only to only to see the company tumble in half a year OK 所以沒料到的是 看到了這家公司 在半年就整個垮掉了 OK 所以這個only to這個片語 希望可以理解一下下 我做了什麼什麼事情 only to這樣子 所以回來這裡 他們愛上了一個 Tinder上遇見的男人 only to discover 沒料到的卻是發現到 他是一個專業的詐騙者 con artist 我覺得簡直 侮辱了artist這個字 這難道是個藝術嗎 但總之這個名詞就這樣子 so we're here to let you know if this documentary is worth swiping right on 所以這邊我們要讓你知道 這個紀錄片值不值得看 簡單的說 好所以他 來這裡又他講了一下 這個片的GIST是什麼 這個是托弗亞斯有時候會看到的 不是看到的字 就是我們在教學上會使用的字 這個GIST就是大綱 蓋藥 蓋藥 所以先給你一個影片蓋藥 GIST 中心思想 If you're dating in today's world Tinder is almost unavoidable 要是你今天 今時今日想要約會想要交往的話 Tinder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Tinder is almost unavoidable 避免不了 You can find a little of everything on the app According to C11 他的後面的名字我不會念 他事實上不是講英文的 他好像來自 是不是來自荷蘭 Oslo這個地方 有點忘了 來 所以你在這個APP上 大概什麼都找得到 根據這個Cicely 她的名字大概是 A young woman from Norway OK看到了 Norway Who considers herself a bit of a Tinder expert 她認為自己是一個 Tinder專家 She is a hopeless romantic 這是真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名詞 叫做 Hopeless Romantic 也就是她浪漫的無可救藥 Hopeless Romantic 這裡是名詞 你可以用形容詞來說 Somebody is hopelessly romantic 這也是OK的 所以總之她就是覺得她要浪漫 要戀愛 And admits she was on the app looking for long term love 所以她承認她在上面是要找長期的關係 long term love And designed her profile accordingly 所以她根據這個想望 然後她就設計她的bio 她的這個字界 就根據這個方式 我只想要找長期的 你想打炮不要來找我 So Cicely Cicely 不太確定這個名字是怎麼 應該是Cicely Felt like she hit the jackpot When she matched with Simon A billionaire's son Who lived his life in private jets Luxury cars And attending amazing parties all over the world 好 所以她以為 She felt like Felt like she hit the jackpot 所以她 Hit the jackpot是什麼 就是中頭獎了簡單的說 Hit the jackpot OK 她以為她中頭獎了 當她match到了Simon這個人 他是一個億萬富翁的兒子 那她的生活活在什麼地方 Who lived his life in private jets 私人飛機 豪華的車子 Luxury cars 以及參加各種不同的party 世界各地的 Attending amazing par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icely and Simon Enter a bit of a whirlwind romance 所以他們 一起進入了一個關係 所以用Enter這個字很不錯 進入了一段 Whorld wind romance 這個 whirlwind就是漩渦的 所以他們進入一個漩渦般的戀愛 Whorld wind romance 像我剛剛所描述的對不對 Right 飛來飛去 我來找你你來找我 Text and take and talk nonstop 所以傳訊息 聊天講話 He sends her extravagant bouquet 所以他會送她很浮誇的一些衣服 這bouquet我記得應該是花束 不是衣服 對不起 衣服服飾店叫boutique OK Bouquet And soon asks her to be his girlfriend 他要她當女朋友 It's all sunshine and rainbows Until 所以一切都很好 陽光啦跟彩虹啦 所以這是一個 看起來蠻不容易懂的一個片語 直到Simon突然間覺得 Until Simon sends her a video Of his bodyguard blooded and beaten And tells her that because of security issues in the industry He's not able to use his credit cards Yeah 所以一切本來都很好 直到Simon送他的一個video 他的video是什麼呢 他的這個貼身保鏢 他的bodyguard 整個流血blooded and beaten 被打了被揍了 然後他就告訴他 因為他的工作有些危險 他因為他講他是這個珠寶 珠寶可能會有一些那種什麼 血鑽石之類的 扯到黑幫扯到什麼的 所以因為security issue 在他的產業裡 He's not able to use his credit cards 用不了他的各種的信用卡 所以他就開始刷他的卡 And so began Sicily's descent into debt 所以他整個就是下降到了 開始必須借貸 OK 借貸 into debt Into the hopes In the hopes of keeping Simon safe 就期望能夠讓他安全 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很短的時間 She had taken out some 250,000 in loans From 9 different creditors 總共借了25萬 這裡應該就美金了 25萬美金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對一般人來說 She was drowning 他就像是溺水了一樣 And unbeknownst to her 而他不知道的是 Simon was spending all this money I'm maintaining a lavish lifestyle with other women 對 所以 而他不知道的是 這裡有個很不錯的片語 就是unbeknownst to her 你看 我們這 他不知道的事 我可以寫得囉嗦一點 我可以寫成 What she What she did not know Was that he was spending all her money On other women Right? What she didn't know Was that he was spend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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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句好長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改成 Unbeknownst to her He was spending all her money On somebody else 所以這裡是這個 Unbeknownst to her Unbeknownst to 人 受割 就可以取代掉上面這個 這麼囉嗦的說法 還不錯吧 Right? Unbeknownst to her So Unbeknownst to her Simon was spending 所以Simon這種 這種 詐騙的方式 其實有一個特殊的名詞 叫Ponzie scheme Ponzie scheme 寫出來 Ponzie scheme 龐式騙局 那龐式騙局的 中心思想就是 我騙你的錢 騙A 騙B 騙C的錢 然後再繼續騙C的時候 會比較好騙 因為 A這邊騙來的錢 我騙你說是投資 那投資會有回報對不對 沒問題 C投資的時候 給我的錢 我就拿來當做 你投資所長的錢來回報給你看 你就會看 我真的有成長 你就爽了對不對 那殊不知 這不是你給我的錢 所長出來的東西 你給我的錢 我可能就拿去再去貼別人 所以總之就是 挖A牆比B牆 補B牆的這種概念 然後所以 每個人都以為 大家都有賺到錢 可是殊不知 其實你的錢 是別人 新融進來的錢 大概是這樣概念 所以他就這樣子 一直一個女人 養著一個女人 養著另外一個女人 實在是太屌了 好 所以 其實剩下的部分 大概就不想看了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講到這個長度 大概還不錯了 說實在 我們快要複習一下好了 你想看的話 自己回頭把這影片看一下 我個人覺得蠻精彩 但我大概是用1.5倍的速度 把它看完的 因為我覺得反正 看完故事就算了 All right 所以Swindle Con artist Scam 三個都有詐騙的意思 另外你用Defraud 也是可以當成動詞 如果是假的詐騙者 你也可以說他是Fraud 假扮的 他沒有真實那個身份 He's a fraud OK 好像有fruster這個字也是有的 然後詐騙者 這個詞也是可以的 All right 好 然後 Solicit 是掏索東西 OK 所以 你是個 I don't know 我們剛剛講候選人 如果我是賣保險的 我能不能用Solicit 這個字來說我的行為 也可以 OK I'm trying to solicit New business deals New insurance policies From people that I know Right Insane是瘋狂 Insanity是他的名詞 Linsanity是好多年前的林愛峰 那這些女生遇上了最糟的情況就是騙錢 好 騙財也騙色 So worst case scenario 最糟的情況 這樣 然後剛剛有一個Only To的片語 希望你還記得 所以像我這個例句 我把我的錢都投資在我兄弟的公司裡 結果卻看到那個公司半年內就到了 Only to see the company tumble in half a year OK GIST 是這個大綱大概的一個 概要 那講到剛剛那個女生 She is a hopeless romantic Cool Or she can be hopelessly romantic 名詞跟形容詞都能用 Hit the jackpot 她以為她打到了這個 她以為她中了特獎 中了頭獎 Hit the jackpot 但卻不知道的是 So unbeknownst to her 她把她的錢都花在別的女人身上 這種東西我們叫她Ponzy Skin Ponzy Skin 龐氏片局很多網路上的影片都有做介紹 有興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看英文的更好 Alright 好我們介紹到這裡 要不要看隨便你 我個人覺得蠻精彩的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